好 月中 中国的封城真的可能造成经济直接下修 这是绝对的 所以为什么中国撑了那么久 终于还是要封城 因为问题太严重了 我们先看数据 上海连续两天 就昨天跟前天 确诊人数都是5600多个人 而且中国现在在玩一个小把戏 确诊它又把它分成两种 一个叫有症状 一个叫无症状 所以你看到官方数字跟你说 有症状的才叫做确诊 没有症状的不叫确诊 可是当然国际上不这么认定 好 那既然要封城 可是又搞了一个所谓的鸳鸯锅式的封城 什么叫鸳鸯锅呢 就以黄埔江为界 浦东先封三月二十八二十起 到四月一号的凌晨三点止 封完之后 浦西从四月一号的三点 再继续封四天 天哪有这种封法的 连所谓中国的民众 尤其上海民众自己说 这不就是鸳鸯锅式的封城吗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好 那现在更惨的是 刚刚宁官提到的 有可能会全面扩大 因为现在今天最新的消息传出来 有很多的飞机 从欧洲或其他国家 要准备飞回上海的 甚至已经都登机了 就差一二十分钟 飞机就要起飞了 抱歉 全部下 直接喊咖 不准飞了 所以也就是说 只有已经起飞 在天上的你还可以继续飞 只要没有起飞 哪怕你引擎都发动 都叫你全部都停下来 所以现在在瑞士疏离市 很多的中国民众在抗议说 我要回家 请拍摄 是你的国家不让你回去 不是跟瑞士没有关系吗 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好 所以 实际的状况的影响呢 来我们就看到今天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 三月份的PMI 好 原本路透预估的 其实就已经不好了 结果现在实际出来更差 我们就以这个制造业的 PMI指数来说 路透原本预估是49.9 注意哦 第50就是衰退了 实际出来是49.5 好 但是制造业 再看到服务业 路透预估是49 结果服务业 PMI实际出来是48.4 都告诉你 制造业 服务业 通通都陷入衰退 在二月份的时候 两个数字都还在50以上 所以这不就在告诉你 这是现在进行事的吗 更不要说 如果这个在持续扩大的话 来 香港中文大学 就直接去统计了 他们统计的方法很有趣 他直接是以中国的 200万辆卡车的GPS 看你怎么动 那如果你真的有在运货 你GPS就有这个路径出来 他们现在估起来 大概至少有20% 已经没有在动了 这个问题就很大 所以以这个为基准 去估算的话 中国的GDP 一个月 如果以这样子封城方式 一个月损失是460亿美金 如果全链换下来 换算下来 你的GDP损失就是3.1% 好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因为这个原本的预估 是没有把北上广深的封城 给算进去 那现在上海封了 现在就香港中文大学的统计 光封一个上海 听清楚只有上海 中国一年GDP损失就是4% 如果北上广深通通都封 是12% 如果更严重的话是17% 换算成数字 中国的GDP损失大概15到16兆人民币 听清楚是兆 所以刚刚李道辉说 今年的5.5%不会影响 最好是这样子 我们就等着看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好 那再来就是 之前因为美国开始要去封杀 中国在美国挂牌的企业 那中国的证监会第一时间就说 没有啦 我们会好好的谈这个问题 结果美国SEC就出来说 哪有 我们这个事情根本没有得到结果 所以你看到昨天 刚刚创夏哥也提到了 百度爱奇艺被列入第三波的名单 我们特别注意到很有意思 第一波出来的那些 那五家公司基本上知名度都很低 我觉得可能就是警告性质 第一波那种百胜中国的是 披萨哈的 肯德基的 就是控股公司 卖吃的 现在知名度比较高 百度爱奇艺都是网路公司 没错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第二波 基本上就是这个微博了 知名度相对是高的 尤其到第三波 你看到百度爱奇艺 是不是公司越来越大 越有知名度了 所以显然的 美国开始在对你施压了 好 那问题是 不只是美国施压的问题 连香港自己这边也开始 对这些中气 其实是很有意见的 什么事情呢 因为到三月底 时间到的话 你要提报去年的财报 结果在香港挂牌的中气 居然有73家交不出来财报 其中还包含了 最大咖的像这个恒大地产等等 好 那加不出财报会怎么样 那就是下市嘛 就是这么简单 下市这就是地雷哦 但是香港不是炸一个地雷 三个地雷哦 一天今天炸70多个 然后地雷只要一炸就有受害者 买这73家股票的韭菜 通通都是受害者 你的股票变壁子啊 然后买他公司债的那个地产的 比方说龙创恒大的公司债 也是壁子啊 然后壁子就会有那个藤原效应 跟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所以事实上哦 这个是香港金融市场的 另外一个重要观察跟转折 没有错 73家是到昨天嘛 因为今天是真实 才是今天最后一天嘛 我相信应该有一些公司会赶在最后一天交出来 但是我保证不可能73家都交得出来 好 这还是第一波地雷哦 还有第二个地雷就是 在美国挂牌的这些中概股 现在不是都打算回香港去挂牌吗 结果香港自己这个证交所出来说 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我有一个标准 什么标准呢 告诉你说 如果你是过去五年就已经挂牌的 你市值要超过30亿港币 和美元大概是3.8亿 如果是近两年刚挂牌的 你回香港二次上市的 你要100亿的港币 请拍摄 以这个标准来看 在美国挂牌一共有281家中概 居然有197家是不合规定的 好 那地雷又多增加190多家 好 所以光这一波哦 这个投资中国股票哦 不管是在香港或者在美国挂牌 ADR总地雷可能就已经会高达将近300家 是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啊 尤其你看美国这些中概 本来想说美国不让我待 我让我回香港去 结果香港也跟你说 没那么简单 你必须符合我的规定 好 而且要注意哦 这个标准其实不断的在调降 它已经调降到这种程度 居然还有197家不合格 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波 很多的这些在美国的中概 都大跌6成甚至到9成嘛 所以呢 香港政府会不会因此再降低标准 我想绝对会的 要不然绝对是超级大地雷嘛 所以你看到我们就看到 过去这两波 已经被美国证管会所点名的这些公司 好 你看到这个微博 今年以来已经跌21% 我这都只有今年以来哦 好 百季神州跌23% 和黄药业跌43% 百胜中国跌11% 再顶药业跌28% 胜美半导体跌26% 你看了每一家都跌这么多的 尤其这一波其实 美股已经在反弹了 但是这些公司还是很惨哦 好 那香港当然自己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地产 价格不断的往下掉哦 就高盛的统计哦 香港最坏的时间其实还没有过去 告诉你未来的五年 包含今年在内 每一年的这个房价 大概还会再跌5% 那四年未来加下来 可能要再跌20%以上 这个很夸张哦 香港很多人的房贷 一代代八九成以上哦 如果跌20%就重演97年 那一波金融风暴负资产哦 没错 而且光今年以来 你看今年三月份才刚要结束而已 已经跌3%了 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个香港的房价指数 是不是非常明显的 整条线开始在往下掉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 好